午夜时分浓烟似气 一名少女惨死家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 火钓专家谢福根残垣断壁中为您破解迷安 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119全国消防日平安365特别制作 火场福尔摩斯即将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城区的一条老街 居住在这儿的大部分是老辈的上海人 而就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期骇人听闻的惨案 一名14岁的少女不幸葬身于火海之中 事情要从1999年的那天夜里说起 1999年6月28日 上海市一居民无失火 现场浓烟滚滚 附近的居民全都跑了出来 没过多久 消防队员便赶到了现场 房间里面呀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是凌晨 死了一个 是他14岁左右的这个小姑娘 大火烧掉的是一间二层小楼 据周围的邻居说 这间房子里住着妇女二人 父亲叫胡伟国 死者正是他的女儿文文 那么他呢 母亲是已经生病离世了 只有一名夫妻 火灾发生的时候呢 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 那么按照这个起火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睡觉 很快胡伟国家的大火被扑灭了 作为上海市火灾事故调查组专家 谢福根第一时间赶到了火灾现场 如果是床头这一边呢 估计这一边早就没有 这就进了这个小孩睡的那个主卧室 一看床 包括一些家具 被火烧的呢 也是比较惨 当时着火的时候呢 不知道他父亲在哪里 适合才知道 着火以后他父亲才看到现场 那女儿一个人在家 就这么活活地被火 疼下了生命 面对着已经烧光殆尽的现场 谢福根不禁摇头叹息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花旗少女惨死加重呢 就是我们在现场看见的时候 最不好理解的 就是小孩床前被烧了一个凹坑 烧了塌下去了 没有一个很大调 持续一个火源 要把这个地板烧一个坑 从燃烧角度来说 是有难度的 谢了当时就怀疑 这个是不是有这个 其他的因素形成了火灾 我某度门牌 谢福根的目光往四周一转 看到床边的地板上 有些火烧后的不规则的孔洞 以往的经验告诉他 床边可能被撒过某种易燃液体 谢福根蹲下身 挖出孔洞周围的木头地板 立刻拿到物证检测中心去检测 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 同时他也开始对周围目击者 寻访和盘查 举周围群众反应 女孩的父亲胡伟国 是一个酷爱打麻将的人 很少有时间照顾女儿 经常留他一个人在家 那么父亲晚上呢 跟几个朋友相约 出去打麻将 那么打麻将的过程当中呢 听到这个邻居说 家里面发生火灾赶回来 发现这个人已经出不进去了 此时送去检测的地板块 结果出来了 没有易燃液体的成分 谢福根很是不解 难道这次火灾调查是自己判断错了 是别的原因造成了火灾吗 实际上这个时候感觉这个火灾好像又处于一种没有头绪的状态 谢福根上海市公安消防局高级工程师 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组成员 从事火灾调查工作35年 每每每在办案人员有些迷惑的时候 谢福根常告诉大家 搞火调要一环扣一环 不能有一点松懈 一般劲儿松了 也许就会错过什么 看似没有结果的时候 往往离真相越来越近 那么如果真的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又会是什么呢 回过来的消息又不能正视我的怀疑 这个时候决定 马上坐下来 对这个案子再次进行的论证 你如果某个地方不到位 你最后谈的车 就可能痕迹上又支撑不了 对案子讨论过程中 特别是对提取这个物质样品松茧的部位 我们经过研究 觉得不太科学 谢福根再次回到火灾现场 他蹲下身 像考古工作者一样 一寸一寸在地上搜寻 在灰烬里查找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这时 现场发现的一块塑料 让它感到异常 拿个物质带 把它取走 一小块直径只有几厘米的塑料皮 拿起来细看 是有花纹的塑料地板 答案有了 上面在边缘地带 没有梳静的地方 发现了那种 就是我们90年代 有的家庭使用的这种 我们也叫地毯 叫塑料地毯 这一小片塑料地毯 又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木地板上面 有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影响了 提取木地板的残骸 导致没有减出 这个助燃机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由于塑料地毯的存在 助燃机没有附着到 它下方的木质地板上 第一次取样的位置 影响了监测结果 一个奇怪的凹坑 一块未燃进的塑料 一张暗藏玄机的麻将牌 它们与惨案背后的真相 有何关联 119全国消防日 平安365特别制作 火厂福尔摩斯正在播出 地面上除了灰烬 还有许多玻璃碎片 那是电视机被烧着之后 荧光屏爆裂掉下来的 谢福根又想 假设有汽油之类的 易燃物参与燃烧 那么烧的时候 烟尘里也会有 易燃液体的成分 这种成分会附着在 周围比较冷的物体上 然后我发现电视机屏幕上 有黑黑的一层烟 它将这些物证 装进了专用塑料袋 附减立即开始 作为主持这个火灾调查的 我心里一直非常非常沉重 有没有再次传染 没有的消息 如果再这样的话 真的我判断错了吗 脑子里一直在 为这个问题思索中 在思索的同时 我也没有放弃 对其他可能引起火灾的 再次抗疫 就在此时 调查人员向谢福根 反映了一件事 一位邻居 在调查走访过程中说 罪过呀罪过 要是他和别的小男一样 灵活聪明 也可能逃出来的 太可惜了 这个小孩的智商 相对较低 就是说像人家一个 完全天生活泼的 那个小女孩 似乎说有点小小的智商 谢福根心里 有了更多的想法 他发现 女孩死的异常 这火在现场 通常 火烧起来以后 如果是一般的火 一个人 要改变自己的位置 从床上移位 或者倒在地板上 或者走向门口 倒下一个被烧死 这个小朋友 几夫躲在床上 没有移位 一个14岁的女孩 按常理说 发现着火 应该会做出一些 本能的逃生反应 而谢福根看到 闻闻尸体所处的位置 在床铺正中间 呈现平躺状 因此 我们这个 从现场 和人死亡的 这个位置 更加定了 我们 对这个案子的 判断决行 人为防护的可能性 清晨 检测室里 传来了重要的信息 在电视机 荧光屏的碎玻璃上 在那块塑料地毯上 都检测出了 汽油成分 这下次 全变成了我们那种 暗地里非常兴奋的 那种感受 那么到底会是谁 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 杀害这个女孩呢 谁跟这个小孩有一个关系 是宅来偷东西 为了毁灭物证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现场看一眼 家里面什么东西也没事 什么东西也没意味 这是火烧以后 发生了一些变化 没有谁会想到 凤火人竟是他 究竟是何等的贪心 让他动了十恶不赦的念头 119全国消防日 平安365 特别制作 火场福尔罗斯 正在播出 谢福根推断 凤火像是针对这个女孩的 不是冲着这间屋子的 那么是什么人看不惯她呢 办案人员又一次来到老街 展开更为细致深入的调查 先找到目击者李阿姨 李阿姨说 当天夜里忽然发现隔壁着火 慌忙之下便下流求助 正巧遇上刚打完麻将回来的女孩父亲 打麻将达到一定时间大家擅长 他送了这个一个女朋友到了路口 然后在返回 在返回的过程当中碰到了邻居 说已经发生火灾 然后他重回家里 也没有发现这个很大的破绽 可就在李阿姨接下来的一句话里 谢福根发现了蹊跷 他们说这个小孩的父亲经常喜欢打麻将 而且这个麻将在这里打好多人都喜欢问他借麻将 因此他把这副麻将也看得很重 邻居李阿姨说 胡伟国特别喜欢搓麻 引头很大 把女儿放在家里 自己一个人出去搓麻将 不大负责 搓就搓吧 搓的时候还要十分的考究 他嫌弃别人的麻将牌不好用 每次都带着自己的麻将牌去搓 谢福根好像明白了什么 就在前一次勘验现场时 他和同事在一个角落里 曾经翻到了几只麻将牌 有的已经被烧黑了 只有一只麻将牌的牌面还很清楚 是七所 我们为了正式这一个事情 让周围经常跟他打麻将的人做了一个指认 你们能认出来吗 他们说能 这副麻将在我们这里小有名气 这个麻将就是小孩父亲的 这也就是说 胡伟国说谎 当天他打完麻将后 带着麻将先回家了 谢福根立即赶回局里 把那张七所摆在了胡伟国面前 他一下子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 他想不到一个跟头跌在了这张七所上 终于交代了犯罪事实 特别让我们最难想象的是 父亲在这个状态上 去烧吃这么自己一个多生女儿 特别是在他妈妈不在的前提下 就是他俩唯一的根 这个我们想不通 胡伟国的妻子在与他离婚之后 就到南方打工 没想到自己得了癌症 临死之前给女儿买了各种各样的保险 金额很大 保额当然更大 他知道女儿在他父亲的手里 恐怕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所以留了一手 但是胡伟国却不是受益人 他一直耿耿于怀 没过多少日子 妻子就走掉了 胡伟国也很快有了新的女友 谈了几个月后 他和女友开始谈婚论嫁 可对方说 你还有个脱油瓶 胡伟国顿时起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念头 灭了女儿 这样不仅可以骗取巨额保险金 还可以和女朋友结婚 胡伟国在事发半年前 一个女儿投了保险 只要女儿出了意外 他便可以获得五十万的保险金 那天夜里 他收拾好自己带去的麻将 悄悄回到屋里 胡伟国打开事件准备好的一大瓶汽油 浇在女儿床的四周 点燃了打火机 火苗轰的一下起来了 在助燃剂的作用下 火围着整张床四溢而起 越烧越大 睡梦中的女孩来不及有半点反应 逃离活生生的被活海吞没 胡伟国迅速离开自己的家 跑到马路上 至于遗落的麻将牌 他在慌乱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案子履清上 这个也是很少的 你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从麻将去看 不行 就是因为在调查过程的前和之间的联系和风险 加上自己的判断和多年工作的经验 把他传起来看 我们跟谢老聊天说 你这个起锁 相当于是打麻将的时候 这个海底捞月 杠上开花 胡伟国自认为 这一切做的天意无缝 然而天王灰灰 疏而不漏 一张七锁 终让他现出原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201条的规定 以放火罪 判处被告人胡伟国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就在想 同我一个父亲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父亲 不管怎么说 你不是自己身上掉下一块热 你可以 你为了想得到某些东西 采取了这个阶段 就是说 非常非常恶的是端 你能得活这种烧死 这个多多难受啊 这是开学之初 江西师范大学 新一批消防志愿者的招募仪式 2008年 这支名为校园119的 校园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 志愿者来自于各年级的学生 具有任不属于专业人员的消防知识和服务水平 对于校园中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他们逐一排查 定期组织同学参加消防主题活动 他们自编自彩 创办了江西省首本校园安全杂志 至今已发现了11起 发放7万预测 他们开办的校园119官方微博 微信吸引了大量粉丝和关注 从成立至今 这支学生消防服务队的志愿者 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校园安全和消防意识 却在通过他们传播延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